今天这套鼓等得我很苦 等了多长时间 从最开始我下订单 到我拿到这套鼓 差不多就是七个半月左右 眼尖的朋友通过这里已经看出来了 这是一套音转 那我们还是按照节目的老惯例 什么都不说 先给大家听一听 这个音转的视频 大家请听 OK听完了 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套鼓的特点 这个鼓你从外面好看 很难看出来 它是一个什么材质的 这并不是一个木头的架子鼓 这是一套铝的架子鼓 全铝的 都是用铝 包括脚鼓都是用铝做的 那么怎么做呢 也比较简单 首先第一步 先去买一些铝块 你要没地买铝块 买一些一拉罐的瓶子也行 完事以后来架一炉子 涮火锅那种炉子 架一锅 比你涮火锅大点 大概跟炸油条那么大锅差不多大 弄大一锅 把这些铝块来放到锅里 给你煮 这边煮着这些铝块 这边来 你弄一大木箱子 根据不同的架子鼓的大小 那木箱子 比如这么大 这么高 这里面来填上多半盆沙子 填上沙子以后来 弄一个原始模具 那原始模具呢 就跟这个架子鼓筒差不多大 比这个粗 比这个粗 比这个厚 弄上这个原始模具 卡进去 卡进去后来 把剩下的地方 再填上沙子 填上沙子以后来 你再发挥聪明材质 把这个原始模具给它开出来 开出来后 这不就有一个槽了吗 留下那槽 就刚好是这个骨筒的样子 这时候呢 在木筒上面 这沙子的部分 随便找一个地儿啊 找一聪明的地儿 捅一捅 捅一眼 这边来也捅一眼 好排气用一会儿 那么到这个时候呢 您那锅里煮的那锅铝水 差不多就已经融化了 融化了以后呢 您拿麻布垫 抬着哗 倒到这个孔里面 倒到这孔里面后 这边另外一个孔 一冒热气 说明差不多倒满了 等到什么时候呢 这个里面的铝已经凉了 冷却了 您就把上面那些沙子 浮土都给它铲了 不要了 那么剩下的呢 就是一个大概类似于 古筒形状这么个东西 做出来的有多厚呢 大约啊 有大母哥这么厚 大概这么厚 一大母哥 指甲这么厚 这个时候呢 就要把这个古筒本身 架到一个车床上 车车车车车到这么薄 为什么要车薄呢 因为你这个模具做的时候 是不可能做得非常非常圆的 又是沙子 又是土 又是木头箱子 它这个东西的精度是很低的 那么你做出来以后 外表呢 可能还有一些气孔啊 沙眼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把它架到车床上 由这么厚 哇 雪 雪到柳薄柳薄了 就跟这个古筒本身 差不多薄 一般来说呢 两毫米的也有 1.2毫米的也有 1.5毫米的也有 1.8毫米的也有 各个品牌根据自己 不同的设计 不同的音色 会对这个古筒 做出不同的厚度 车车到这个厚度以后 剩下的事就比较简单了 根据您所定制的 这个古筒的尺寸 跨跨 一裁切 裁到多深多厚 坐上导角 上下 然后这些地方 哭吱哧哭吱 打上口 把这些配件一装上 上下骨皮一安装 压圈一装上一条银 那么这一套骨 就算做成了 这种工艺就叫做杀柱 也有叫做胶柱 一般来说 咱们常见的胶柱黄铜 也就所谓的中铜 胶柱子铜 胶柱青铜 这种就是胶柱铝的 全胶柱铝制作的架子骨 一般来说 如果介绍到这里了 按照传统管理 咱们应该聊聊铝这种材料 制作的架子骨 得用什么样的声音特点 它的音色特点是 明亮 饱满 什么硬汉风格 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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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吹呗 反正想办法是编一些 是吧 但是实际情况 刚刚大家听了 如果我不告诉你 这是一套铝的 其实很难你能听出来 这是一套铝的 并且我叫身边的朋友 来试听过 不告诉他们的情况下 大家都猜不出来 这是一套胶柱铝的架子骨 这骨的音色 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 是比较集中 就是声音非常的集中 它不会散开 它是一孤的 孤在一起的 就是这个音色 所有出来一桶一桶的 脚骨最为明显 这个脚骨的集中的力度 非常大 但你硬要说 它什么高音 甜中音 这个真没有 这个其实跟你本身的调音 和你安装不同的骨皮 其实关系更大一点 你非要说 我闭上眼睛 就能听出来 这是一套铝 胶柱的架子骨 反正我是没这个本事 这世界上 说不定有人有这个本事 我只还是没有这个本事 那么第二个部分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上面的一些 传统设计和一些创新设计 音状这个品牌 其实登上我们节目 已经很多很多次了 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品牌 我在这里再给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音状这位主理人 在广州 他是一位广州的 治骨的师傅 我老说那个故事 我说音老师 他本不姓音 他为了治骨的需要 改姓了音 音老师本姓李 人家本家姓李 他这个品牌 他叫音状 那么经过这些年 不断的发展 改进精进 可以说他现在是 北半球做 金属骨筒这种工艺的 翘楚人物之一了 做得非常非常棒 他有什么传统的设计特点 大家可以先看这个 他的鸭圈跟普通架子骨的鸭圈就不一样 他是这种利圈 这个鸭圈也是他自己制造的 只是这个鸭圈不是那种胶柱工艺制造出来的 这鸭圈是电焊 电焊了以后 然后夹到车床上面 打磨抛光出来 这骨耳 这个抓钩 也是他自己制作的 这个也很难得 这个抓钩 这个部分 也是他自己制造的 螺丝和这个骨耳朵 是外面采购的 这个不是他自己制作的 你在市面上看到 大部分的 音状的产品 这个利圈算是一个特点 算是他的一个产品特点 那么这种利圈 有什么音色特点 理论上来说 可以压得比较紧的同时 保证尾音的盐音是饱满的 但话说来都是理论的 这东西你换普通圈 压住圈 这利圈抓钩圈 我反正听不出什么区别来 但理论上确实是存在的 这个东西在压紧的情况下 尾音可以保持更长一点的尾音 但是有很多朋友 可能不太习惯这种利圈带抓钩的 为什么 抓钩的部分高起来点 有的时候你打边际 万一打到抓钩了 他就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殷老师本次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假如你也去订这套 交注铝的这个套股的话 这个通股的压圈 你可以选择安装普通的压圈 就像这样 也可以安装成像我这样的利圈 那么就是这样 刚刚介绍的利圈抓钩 属于他传统项目 那么有什么是本次比较创新的 有两个点 一个是看得见的 看得见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 他每一个通通股上 包括落地通常也有 都加了一套内部的制音系统 这就跟老派的路德维格 利迪 Greach 老派那些古一 你就不用再去贴东西了 不用再去做制音了 你把这个扭起来 骨皮就被制音了 你把这个扭下去 骨皮自然就不制音了 并且里面那个棉垫 它给的比较大 我看有大概这么大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火力不够大了 你可以换成横着的那种 两块板的 那个火力更大 但这个我觉得已经足够足够足够 您使唤了 如果你有更极端的要求 像那种超级爵士佬 你可以要求音老师给你定制 安装两个 就上面一个 下面再安装一个 那你就双制音 话说过来 你买这么好的股 如果制音只成这个样子 那何苦买什么好的股了 这个我也劝大家 这个制音系统 有很多人是非常有这个需求的 我个人来说一般不用 但对于他这个品牌来说 这算是一个新的尝试 这个纽丁也是他自己做的 那么另外一个看不见的呢 是导角 此次的这个导角 通通鼓的导角 和地鼓的导角 采用了不同的导角设计 这种设计一看 就是行家里手设计 它不可能这么大的鼓 并且它需要一个punch的这种感觉 跟这些那么小的一个鼓 并且需要一个tone的这个声音的话 它设计成一样的导角 这是荒唐的 所以这个的导角 跟通通鼓的导角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导角 这个的导角 咱简单说啊 无非就是接触骨皮更多 让减少骨皮不停来回 那个共鸣的声音 你并不需要你的脚骨 咚 有很绵长的原因 但这些通通鼓呢 恰恰相反 你需要你的通通鼓 有咚 长的原因 所以这个呢 贵在一个少接触 这个贵在一个多接触 尺寸呢 也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由于音状这个品牌 是一个高度定制的品牌 所以我这个尺寸呢 并不代表你买 你一定要买成这个尺寸 那倒不是 那么我这套骨的尺寸呢 脚骨是20乘16的 10乘7的1通 12乘8的2通 外加14乘13的一个落地 这个落地的尺寸 稍微特别一点 一般14乘14 或者短一点 14乘12 这个是14乘13的 所不同的呢 就是假如您订购 更大尺寸的脚骨 更多个的骨 或者更大尺寸的通通骨 这些都需要增加费用 那么除了尺寸 深浅 个数是可以定制的 还有什么是可以定制的呢 就这个 漆面 过去老马同志最早买的 那个算是真正的出版的 胶柱铝的套 我们也有给大家拍过视频 那个就是铝本身的颜色 后来呢 殷老师在这个漆面上 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像大家现在看到我这个漆面呢 属于一个珍珠白 你远看就是白色的 实际的你近看 你可以看到这上面 是有珍珠粉的那个光亮 假如您各位不喜欢这个白色的 还可以选择其他颜色 那么能选一下什么其他颜色呢 殷老师当时跟我说了个事 他说 您去看这个街上跑的这个汽车 自凡这小汽车上有的颜色 大半啊 我现在都有办法给你做来这个鼓上 简单的颜色 像你做个黑啊 做个白啊 做个红 做个黄啊 这个不需要加钱 您要做那种变色油墨那种 是吧 你有狼子野心的 那得加钱 那个必须得加钱 是吧 越复杂的颜色 肯定就越会有一些色差 你设计的越麻烦越复杂 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 跟你想象中的 肯定差别就会相对大一点 这个您各位要做好心理准备 不能说我电脑还弄出来什么颜色 它跟你做出来就完全一模一样 那是不可能的 它毕竟是个手工的产品 本次视听里面用到的两个军舞了 也都来自于音状 这个是初代的 音状的相当于是音状的初代机 这也是音老师送给我的 这个初代机呢 就连耳朵这个部分 也是他自己做的 除了这几个螺丝 是他购买的 耳朵 鸭圈 骨筒 上弦器 全是他自己制作的 那么另外这个军鼓呢 就是他的一个比较热销的型号 也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型号 叫电焊黄童 鸭圈 上弦器 骨筒 都是他自己制造的 这个版本的耳朵 好像还是他自己制造的 你如果买比较新的版本来 有可能是他采购的耳朵 但这个你可以跟他商量 因为他这个全是定制的 你就说我要你做的耳朵 还是采购的耳朵 他做的耳朵 肯定价格就贵一点 采购来达耳朵 价格会便宜一点 只要看您个人自己 这套鼓我从拿到到现在 得有小两个月 一个半月了 但中间其实我等还是一样 等于荒废了一个月 那一个月出去看我当评委 出去出差去了 所以实际演奏了 也就演奏了两周不到的时间吧 但这两周不到的时间 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套鼓呢 由于是我深度参与 每一个细节 包括气孔的位置 什么的 都是我深度参与定制的 这可以说是我未来 会主力使用的一套鼓 我也说我今年有一些计划 我会摒弃一些 我不常用的一些设备 留下一些我认为 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些设备 那么这一套音状 毫无疑问 它肯定是在这个清单里面的 那么这个全胶住铝 首先这种工艺和材料上 它的价值就比普通的木头的价值 要昂贵很多很多 如果你购买一些进口品牌 也不是没有啊 有的进口品牌也生产这样工艺的东西 第一是人人的工艺 它做不到这么精细 而且如果你买进口品牌的 同样工艺的 那这个东西得奔着这个数去了 得奔着十 这个数去了 太夸张了 那么英老师这个呢 它就比较良性 像我这个配置 它收了我一万五 不含军果 就这四个铜铜 收了我一万五 那真是相当相当良性 如果你需要更大尺寸的 你需要更多的股 当然要加一点钱 假如说你就要跟我一模样配置了 那没问题 一万五 你也可以搞定一套 它并不是说只卖给我这个便宜的价格 它卖给谁 都是一个很便宜 很实惠的一个价值 那么有几个地方呢 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并不是它的缺点 但是还是跟大家说在明处 免得大家定了以后来造成误会 首先大家可以看这里 这个股是没有悬挂的 是打孔直接安装这个座子的 那么这一点呢 是我要求的 由于它这个股是定制的 那我要求它做成这样 实际上来正常的 你可以购买它带悬挂的 这个东西反正见仁见智 我们节目里面多次说过 我是很不喜欢使用悬挂系统的 我觉得打这两个孔来 不影响什么音色 老有人说打孔影响音色 这么多孔都打了 还在乎这俩吗 对不对 这都是一些谬误啊 就是你可以选择带悬挂的 这跟您说清楚 二一个来就是这个立圈 这个立圈你买着 一定会有这两个地方的伤痕 大家可以看 那么为什么会有呢 第一个这个部分的伤痕 是因为它是电焊 你电焊它必须要有这个焊缝 那我们都没办法 另外一个部分来 这些痕迹是抓在那个车床上的抓痕 它要卡在那个车床上固定嘛 不然你弄不圆嘛 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个 有这样的制造痕迹来 那么你就买那个普通圈的就可以 你要买立圈的 那么一定就要承受这个伤口 除非是那个叫什么 呃 胶住出来 然后CNC车销 那个来成本过高 有多高呢 两个压圈可以买它一个军股 那个太太贵了 银老学有做 如果你不不嫌贵 就是说我大土豪有的是银子 我必须带来最富贵那种 那那也可以 那那当我没说这话 还有什么需要提前给大家说呢 那么这个这整套股上有一个部分 不是胶住铝工艺的 就是这个鸭圈 这个鸭圈呢 就是普通的木头上漆 还是一个木鸭圈 那么至于殷老师 能不能做成 也做一个胶住铝的鸭圈呢 他没有正面回复啊 但是我知道 他是可以做黄铜的鸭圈的 那么做黄铜鸭圈 有什么缺点呢 加钱嘛 黄铜多贵啊 对不对 黄铜鸭圈 一是要加钱 二一个 如果做那么大黄铜鸭圈呢 还是得承受那个伤痕 一个电焊口 外加两个那个爪钩的一个痕迹 这就要看您个人了 如果有各位定了 谁定了这个富贵黄铜鸭圈 可以告诉我一声 我也欣赏欣赏 最后啊 回答大家一个 经常有人问我的问题 就是找鸭老师定一个套股 需要多少时间 正常像这样的套股 他定货的周期了 差不多在三个月到四个月 你才可以拿到这一整套股 因为制作比较麻烦 二一个呢 就他一个人做 他现在纯手工 那真是 每一个股都他自己弄的 就他一个人做 所以来生产效率比较有限 但是好处是什么呢 由于我帮他做这期节目了 我提前跟他沟通了 我多少个月前就跟他说清楚了 他提前准备了一批这个股头 有22的 有20的 只要你别要那种什么特殊尺寸 我一定要一个什么9寸的通股 什么11寸的 那没有 就10 12 14这样的正常尺寸的 20也好 22也好 16的落地 14的落地 都可以 这种普通尺寸的 他准备了一些那个P字出来 这样的话呢 可以把工期缩短到50天 大约50天左右 但是话说后来有多少套呢 大约只有11套 这个库存 大约10到11套 是只用等50天就可以拿到的 如果这10到11套销售结束了 那么您可能就要又回归到 继续要等2到3个月 3到4个月 这么一个货期 正常的一个小军股呢 现在如果它是正常有货的情况下 你可以马上买到 但据我所知呢 应该都没货 订购的话 大概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到50天吧 这应该也是正常小军股订货的一个周期 Indrome这个品牌呢 从第一次登上我们节目 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两到三年的时间了 其实我认识它这个品牌呢 在更早的时间 并且呢 我见过很多很多 它从来没有对市面上销售过的一些实验品 我也都有见过 可以算是一路见证了它成长的一个过程 那么到今天为止呢 Indrome在圈内不断拥有了非常非常优秀的口碑 获得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 甚至很多国内很顶尖的鼓手 他们都自己都花钱去购买了 Indrome的产品 自己在很重要的录音 很重要的演出上面去使用 国外现在也开始有很多很职业的鼓手 很厉害的老师 都有认识到的他的鼓 并且都找他订购了 我觉得假以时日 Indrome这个品牌肯定能在鼓手世界里面 登上一个很高的位置 我对此来是抱有很高信心的 好吧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全交注 Indrome这么一套鼓的 评测和试听 假如你对他的其他产品感兴趣 或者想了解其他他更多的信息的话 这个是他们官方 你可以跟他们的官方 其实就是音老师本人 说说话聊聊天 是吧 看看能碰撞出什么不一样的火花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会 Peace 请不吝点赞大人 请不吝点赞大人 握订阅大人 就是这样的火花 然后再来